那個時候不是說我打標了 然後又沒打標 就感覺辛辛苦苦的籌備 然後好不容易成功打標了之後 後來比完賽他們所改變的規則 然後等到最後說 哦你沒打標啦 然後就會覺得好吧 然後就很努力地去說服自己說 嗯沒有關係啦 早晨有意思 你好我是Vivian 安慧恩 你好我是Janson 林真錢 我們今天繼續掌聲有請的 帶馬健將的特備 之前我們訪問過好幾個 都是羽毛球的一些健將 但是其實在馬來西亞 我們的運動項目當中 還有另外一項都是非常之厲害的 就是這個跳水 所以今天我們非常之高興 請來這個跳水健將 相信大家對他的名字都不會陌生的 我們掌聲有請張俊紅 俊紅你好 哈囉大家好 老師今天非常開心 在這個大馬健將特備 可以請到俊紅來分享一下 你小時候的時候是能接觸到這一塊運動的 其實在我小的時候就是有一位來自中國的一位教練 去到學校去選人 去選小朋友 嗯 所以我是那其中一個 那當時候那個教練只是看了每一個人的身體曲線吧 然後就讓我們去寫名字 之後學校就給我們發了一封信說 哦這位教練是來自中國 然後呢他是指教這個跳水的這個運動 那就看看你們家長 願不願意把孩子 交過去參與一下有沒有興趣這樣子 嗯那時候你是幾歲啊 那個時候我是九歲 哦所以你應該是懵懂懂的就被派進去這個領域了嘛 可是你長大之後你沒有問過你的父母就是說 哎當初他們的那個想法是什麼 那個時候只是說哦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experience啦 因為對他們來講說小朋友嘛 就是多參加戶外活動 可是當時候家長也是會有擔心的部分啦 因為都不太認識這個運動 所以就說哦從高歲到跳下來的話 會不會有危險啊還是什麼 那個時候教練就說沒有關係啊 就先過來看一看 結果就看下看下就到現在咯 嗯 哎不過我很好奇了就是你小時候的時候 是先去訓練游泳還是直接去train跳水這件事 啊那小時候其實我是那群小朋友裡面算是會游泳的 因為小時候我爸爸就送我去學游泳 所以那個時候跳水不一定是要厲害游泳的 你跳下去了之後只要你能游上來其實就可以了 那相信這一段時間也不容易特別是遇上了疫情嘛對不對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你的每一天的那個訓練過程 是怎麼樣的呢 之前訓練的過程也算是一般般吧 因為那個時候不是說我達標了 然後又沒達標 然後又說達標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蠻多波折的吧 就感覺辛辛苦苦的籌備 然後好不容易在最後一次的達標賽 成功達標了之後 後來比完賽他們所改變的規則 然後就一直需要等 因為那個等待的過程其實是蠻難熬的 因為太多不確定性在裡面嘛 然後等到就是到最後說 哦你沒達標啦 然後就會覺得好吧 然後就很努力地去說服自己說 嗯沒有關係啦 那個時候其實我的那個思想上的準備啊 緊張度啊 其實都已經是放鬆了 可是當後來當我準備要放假的時候 突然間我就接到電話說 欸恭喜你你一定達標了 因為他們上訴嘛 然後就說成功 哦其實那個時候我是聽崩潰的 呵呵呵 你已經放鬆了嘛 思想方面心情方面就需要立刻做出調整了 因為在奧運會開幕的三個星期前 我才會說哦 突然間讓我說要去比賽 可是在東京奧運 他給你最不一樣的感受是什麼呢 我感覺這一次出國就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整個過程啊 你需要準備所有的文件啊 然後你要去做那個核酸檢測啊 到了那邊你也是不懂會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下的飛機就是要一個步驟一個步驟的去完成 然後就是從機場直接把你送進那個奧運村 不像以前出國很方便 然後什麼樣都行這樣子 那你在去之前呢 有沒有為自己去設下某一些目標了 還是你覺得真的自己盡力就好 盡量不要去想成績那一方面 如果說完全沒有壓力的話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啦 我相信奧運會是所有運動員的夢想吧 也希望自己可以站上最高的領獎台嘛 壓力是有的 盡量的把自己做好吧 這一次就是覺得能夠去到 然後站在上面能夠跳下來 就已經是很不錯了吧 比完賽之後呢 也有在你的社交媒體啊 有po文 然後特別感謝這個楊教練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說 這一次的整個過程 因為國家體育的理事會呢 有承邀 楊教練的從出江湖 就知道你一年出征這個奧運 這個建議是你去想出來的嗎 對 這個建議是我提議出來的 因為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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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